福到新生活,一切为新造 大家好,我是小黛 请订阅分享,谢谢你 未来有更多的影片提供给您观看、聆听 痛苦的人最想了解人生的意义 这句话有没有打动你? 你也曾经在痛苦的时刻 好好思索人生的意义吗? 这么说好了,试着找出答案来吗? 试问朋友这个问题想得到解答 试问网络希望能找到答案 试问书籍能否找到解答 以下我个人的经验分享 我父母都觉得丢脸 但因为这件事情成长很多 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念硕士念到休学了 而且我还是当兵完之后再准备一次才考上的 却可以说不念就不念了 并接要大学毕业时我也曾复考 但没考上我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根本没有认真准备 很快的毕业那个月底我就入伍了 退伍之后还不想这么快投入职场 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心态吧 也可能是一种再拿分学历也好的心态吧 抱着不上不下的心态 经过半年的准备 考上台北某国力科大的硕士班 也还算可以 好啦 悲剧来了 选择的研究室方向 我大学就知道 压根不喜欢的科目 先姑且不论就学时的学习状况 但我只觉得痛苦 痛苦到想着是否该休学 痛苦挣扎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好多 也可以说是空想 但我有试着上网找寻 是否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想参考他们的答案 想参考他们的选择 也买了一本书 看完之后 毅然决然决定休学 我没有阅读的习惯 但因为这本书 可能会有我要的答案 拿到书的时刻 我细细咀嚼 每个字都不放过 拿到书的当天 已被我啃了一半 我才知道我有多迫切 想知道答案 所以人在痛苦时 最想了解人生的意义 经由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 做个选择是困难的 一旦决定之后 接受之后 就必须是你所要面对 顺着接下来的步调走 就算放空也没有关系 只要不是躺下来 我们都有机会 再创造美好的人生 但我们要从中学习教训 不要再犯了 这次经验 帮助我们未来做更好的判断 放下并不难 放弃才可惜 这过程就是 面对接受放下再启程 硕士休学之后 父母也不再提供我生活费 我也是活到了现在 所以没有过不去的 只要你还肯往前走 你就是进步了 也许我没有硕士学位的结果 但我有成长的经历与过程 是 是不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